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降雨几率其实是零 所以除了部分因为地形的关系 山区偶尔可能有飘雨的机会 其实你知道整体来讲就是干爽 稳定 不会下雨 那么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也只有10% 东部地区以及澎湖地区降雨几率不到10% 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25到32度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25到34度 东部地区以及澎湖地区24到32度 整体来说呢 明天后天 东北风还会更减弱一些 所以呢 会再更热一些 那同时也更稳定 好 那么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26度 台南台东澎湖27度 高雄28度 宜兰跟花莲25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是跌多涨少的 就道琼呢 是上涨 因为他的能源股呢 占比比较重 那油价的大涨呢 带动了 那斯塔克的 带动了道琼的 30档成分股当中的 这一些跟油有关的这一些公司呢 其实他的股价是大涨的 比如说 这个雪佛隆 他大涨了百分之2.36% 那或者是说像是 那还有一些这个金融类的 比如说像Gormansax 或者是JPMorgan 那么这一些呢 都是上涨的 但是呢 包括了科技类股 还有包括了这个标普呢 都是下跌的 那么我们来看数字 道琼工艺指数呢 上涨了71点 收盘指数是34869点 涨幅0.21% 那斯塔克下跌了77.73点 收盘指数是14969点 跌幅0.52% ACMP指数下跌了12.37点 收盘指数是4443.11点 跌幅0.28% 费城半导体下跌了8.48点 收盘指数是3445.44点 跌幅0.25% 整体来说呢 昨天在美国股市当中呢 其实都是不利的消息 包括了当然中国大陆 现在的两大危机 一个是恒大风暴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限电这件事情 能耗双控呢 所带来的大规模的限电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主要的原因呢 是这个政府关门这件事情 就是美国到底他的债务上限 能不能在这个礼拜 经由国会同意 然后冻结上限 或者是提高上限 那么如果没办法做到的话呢 这个礼拜五 也就是10月1号呢 美国可能就会面临政府关门 甚至于更进一步的 有债务违约的疑虑 然后第三个呢 是通膨的疑虑 人就没有消除 联准会的主席呢 他即将出席 国会的一项听证会的时候呢 那么他呢 就这个表明了 现在通膨的这个情况呢 可能会比原本预期的 持续的时间 还要来的更长 好所以包括了中国大陆的因素 然后包括了美国联准会的 这个包括了通膨的压力 然后包括了美国政府关门的压力呢 都使得那么整个金融市场 受到了压力 那么五大科技天王呢 除了脸书小涨了0.18%之外呢 苹果 阿发贝 亚马逊 微软 都是下跌的 台股的ADR呢 也是涨跌互建 台积电的ADR上涨了0.44% 鸿海的ADR上涨了0.38% 不过热光的ADR下跌了1.87% 联电的ADR下跌了0.75% 中华电信的ADR上涨了0.2% 那么至于在台股的夜盘的台指期的部分呢 下跌了65点 那么都跟美国的科技股呢 疲弱是有很大的关系 油价的部分呢 则是因为高盛呢 他调高了对于北海布兰特原油到年底之前的油价预期 它里面特别提到在需求呢 比预期要来的成长的速度更快 而供给的部分呢 因为爱达预风对于墨西哥湾的原油 所有的相关的生产呢 所造成的冲击远大于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呢 那么油价呢是大涨的 纽约油期货价格呢 上涨了1.47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5.45美元 涨幅1.99%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1.49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8.72美元 涨幅1.93% 那至于在原物料的部分 芝加哥黄豆期货小涨了2.50美元 涨幅0.19% 黄金期货的部分呢 小涨了0.3美元 涨幅0.02% 白银的期货上涨了1.2% 铜的期货上涨了0.09% 只有拔金的期货下跌了0.17% 美元指数呢继续上涨 上涨了0.1个百分点 来到93.37 而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也都是上涨 不过都是小涨啊 英国金融市报百分之股指数 上涨了11点 涨幅0.17%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12点 涨幅0.19%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上涨了42点 涨幅0.27%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几个事件呢 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的是 债务上限啊 那么美国呢这个债务上限的危机呢 在这一个礼拜呢 是整个台面上呢 在美国的议题当中呢 比较重要的议题 那么现在呢 因为它的举债上限呢 那么的预备金呢 可能会在10月全部用完 然后同时它的年度预算 9月底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到底它能不能够顺利的完成 这个上限的提高 或者是冻结上限 不受上限的影响 那么影响到美国政府的支出能力 现在呢美国联准会呢 已经备妥了应变方案 这应变方案是说呢 如果美国政府违约的话 就债务违约 他们就先把这一批 债务违约的这一些公债买下来 然后呢卖出他手上原本有的其他公债 因为有些公债 它的利息是到期的嘛 那这个利息可能是半年结算一次 也可能是一年结算一次 不会所有的这个债券 同时都到期 同时都这个要付利息 所以呢 他把这个违约 没法付息的债券呢 买下来 然后呢 把不急着要付利息的债券 给这个卖出去 用调节的方式 来避免美国政府呢 面临债务违约 好这个呢 是联准会 所备妥的应变方案 另外呢 在物价通膨的部分呢 鲍尔呢 他即将要出席 这个美国国会参议院 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 他在预先准备的演讲稿呢 强调包括了供应链瓶颈 还有包括了缺工呢 招聘困难这件事情呢 似乎比想象中的预期的时间 要拖延更长的时间 不过他人就乐观的认为 通膨呢 是这个短期因素 他不会影响美国长期的发展 那只是呢 现在这个短期因素 所花的时间 可能要比预期的 要来的时间更长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德国选举结束 那么社民党呢 取代了基民党成为 这一个第一大党啊 那现在社民党呢 正在寻求阻隔 那因为呢 社民党跟基民党 他们的差距非常的小 现在呢 两边 基民党跟社民党都宣布 他们要组成联合内阁 他们要寻求 这个联合内阁的可能性 那他们要寻求的呢 是第三大党跟第四大党 也就是绿党跟自民党 来联合组隔 那因为呢 这就避免了 极端内阁的出现 也就是最极端的另类选择党啦 那么这一些极端的这些政党呢 都不在他们考虑要组隔的 这个范围内 所以虽然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 但至少不会出现 极端走向的一个内阁 所以呢 德国的股市跟债市呢 走洋 虽然都只有小涨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挪威主权基金 那因为呢挪威前一阵子 也是国会改选 然后呢 工党上台之后呢 更加确定挪威主权基金呢 未来他的整个投资方向呢 将以零碳牌 作为他们投资的选择标的 那么所有这个他们宣布 所有挪威主权基金所投资的公司呢 都必须要明定明确的减排计划 否则他们就不予投资 他们手上其实还有一些呢 减排计划不明的一些 大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公司 比如说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跟雪佛龙 他们会不会卖掉这些公司啊 那么值得关注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油价的部分 高盛呢提出了一份最新的报告 把这个北海布兰特原油的 年底的油价呢 上看到90美元 从80美元提高到一桶90美元 他的理由就是呢 需求远大于那么想象 另外呢这个艾达飓风呢 对于公企的冲击 也比预期要来的高很多 再加上呢全球天然气的价格呢 不断的飙升所以呢 也是促成这一个高盛认为 他的替代能源 那么油价会大涨的重要原因 好另外呢对全球来说呢 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 就是大陆的大规模的限电 那么这里面呢 当然这个在台湾来看的话呢 有几个产业呢属于重灾区 包括了PCB印刷电路板散热 还有这个被动原件 制鞋 线缆 还有机械 以及橡胶 七大产业呢 它的供应链呢 都是重灾区 当然其实影响冲击 绝对不止于这七大领域啊 那么经济学家呢 包括了这个大陆的中金公司 还有野村证券 以及摩根斯坦里呢 都预测这一次的大规模的限电停产 都可能造成都应该会拖累 中国大陆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所以呢他们都把第三季 中国大陆第三季 以及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下修 好那么不过呢究竟呢 这一次的限电的时间有多长 然后以及它的原因是什么 现在还在众说纷纭当中 不过对于全世界的所有的 所有的经济行为呢 都产生了重大冲击 另外呢 现在上海到美西 上海港 那以及这个整个的这个 宁波港上海港 那么他们呢 这个运往美西的 所有的这个海运的运驾呢 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滑落 就是因为呢 限电所以工厂停产出不了货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陆港股的部分呢 昨天当受到这一个 新一波的冲击 那么陆港股呢 是跌多涨少的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30点 收盘指数是3582点 跌幅0.84% 深圳城市下跌了13.56点 收盘指数是14344点 跌幅0.09% 香港恒生指数 则上涨了16.62点 收盘指数是24208点 涨幅0.07%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被称之为叫做 拉基盘啊 并不是在取消台北股市 而是拉台基电的这个走势啊 那么在这个台北股市呢 其实昨天呢 开平高盘之后呢 那么12点左右呢 那么在平盘上下来回震荡整理 但最后一盘台基电呢 一口气上涨拉抬了上涨7块钱 也带动了台北股市 在最后一盘 油黑翻红 上涨了53.58点 收盘指数是17313点 涨幅0.31% 成交金额2906亿元 不过OTC呢 就是下跌了0.57点 收盘指数是212.53点 跌幅0.27% 成交金额是724亿元 那么电子呢 刚收到了这个大陆的很多的地区 尤其是台商聚集的 长江三角洲 朱江三角洲 限电的影响 所以呢 电子相关类股呢 跌幅相当的重 但是呢 传统产业的部分 包括了造子 还有包括了塑化 那么上涨 所以呢 那么撑住了这个盘面 不过OTC就相对表现比较疲弱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基本面的部分 国发会呢 昨天公布的景气报告 那么8月份的景气灯号呢 仍旧维持着红灯 而且综合判断分数呢 比前一个月上涨了1分 那么已经是连续7个月都亮出了红灯 这是很少见的长期性的红灯 那么同时领先指标终于止跌反扬 那么但是呢就这一个指标上面来看的话呢 8月份的工业生产指数以及它的制造业指数 是创了单月新高 那么批发业的部分呢 也创了单月的新高 但是在零售业跟餐饮业的部分 显然还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餐饮业的部分呢 那么虽然比7月份回升 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呢 仍旧是负成长的25.7%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看台北的 台北的